歡迎來到藍絲更新報 哈囉,你好,我是萊絲 今天要來做一個Overwatch PTR 1.32版的更新短報 這次主要是平衡更新 被動到英雄有三名 分別為碧姬、D.Va和死神 同時,皇甲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 首先先來講皇甲 原本護甲減傷最高從5點降低為3點 但是單發子彈削弱比例依然是50% 例如76的步槍是19點傷害 會被皇甲減傷5點 所以原本會打19-5等於14點傷害 現在則是19-3等於16點傷害 只要單顆子彈大於6點的英雄都會受到影響 幾乎所有的坦克都有被削弱到 另外像是有BG的團隊啊 托比央等也都有皇甲 BG也再次被削弱 BG的大招全軍集結 提供的護甲持續時間不再是永久保存 而是只持續30秒 這個30秒是從你拿到護盾的時候開始算 而不是大招結束之後開始算 所以皇甲是漸漸消散的 死神的吸血能力從傷害的30%提高到50% 這個看蠻多人都覺得好像50%太高 不論是Overwatch論壇還是PTT上 自己打了機場PTR下來的感覺 好像真的有點過強 最嚴重的是D.Va的削弱 現在D.Va的防護立場 冷卻時間從1秒改成2秒 也就是D.Va現在不能夠太自由的開關 甚至一些投資性的大招 可以看D.Va關立場的時候再丟 例如小美的雪球和札莉亞的引力彈 現在有更高機會可以成功施放 另外當D.Va擋下絕招之後 右上角會出現擋下絕招的圖示 看起來坦克幾乎全面受到削弱 D.Va算是一口氣被砍了兩刀 303的搭配會不會在地位上受到影響 我還不知道 但是受到削弱則是肯定的 好啦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like 想要看到更多的遊戲評論攻略的介紹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接受通知 我是萊斯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畫面 畫面 畫面